小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画小猪佩奇的巴拉 先用2B铅笔画出大致的轮廓和确定位置 然后在里面添加细节 慢慢修改素描线稿 素描草稿齐好后就可以给猪爸爸上颜色了 我们先用粉红色来填图猪爸爸的腮红和底子 然后取白色颜料与粉红色颜料做混合 调出更浅一点的粉红色 调好颜色以后我们就可以给猪爸爸的头部上颜色了 我们先从猪爸爸的鼻子上开始上颜色 上颜色的时候记得要避开眼睛和嘴巴这些位置哦 因为我们要留白来画其他颜色哦 给猪爸爸的耳朵也涂上粉红色 小朋友在上颜色的时候慢慢来不用着急 尽量把颜色涂抹的均匀 给猪爸爸的脸涂好颜色以后 我们也给猪爸爸的手和脚都填上粉红色 在填图手脚这些又细又窄的部位的时候 要注意小心一点不要把颜色涂到线糕以外咯 接着我们取出绿色的颜料 还有蓝色的颜料来调制出一个比较深一点的绿色 小朋友们在调颜色的时候可以把颜色一点一点的加 慢慢地调出自己满意的颜色 调好颜色以后我们就可以给猪爸爸的衣服上颜色了 给衣服上颜色的时候也要尽量地把颜色涂抹均匀哦 当涂到手脚的部位时要注意避开不要把两种颜色涂到一起了 给猪爸爸的衣服上完颜色以后 记得要等颜色干了以后才能拿出马克笔来勾边哦 我们先取出粉红色的马克笔来给猪爸爸的头部勾边 也给猪爸爸的耳朵勾边 接着给猪爸爸的眼睛和嘴巴勾边 然后取出黑色的马克笔来画猪爸爸的眼睛还有眼镜 然后给猪爸爸的嘴巴上颜色 然后我们给猪爸爸的鞋子上颜色 接着拿出咖啡色的马克笔来画猪爸爸的胡须 最后拿出绿色的马克笔来给猪爸爸的衣服勾边 就这样猪爸爸我们就画好了 喜欢猪爸爸的小朋友们也快来跟我一起学画画看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